來,片頭的開始呢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有人用AK來彈安琴 然後我來試一下,來彈一首俄國的國歌 果然是不適合作怪 正經談好的 先這樣吧 先這樣吧 看一下它的外觀 這把是馬牌的AKM GBV 定價16500 是GHK的AKM的外觀 定價11800 這把是WE的AK74UN 定價7200 這把是馬牌 AKSTONE 定價15800 這是馬牌 做得很精緻 然後下面這個 它是一個布袋 可以拿起來 我把牆包住 這是GHK的AKM 比較偏向實際化 是WE開箱的感覺 其實這算是WE開箱啦 來的時候它是有用袋子包著 然後還有用束線袋捆著 再來這個是馬牌 AKSTONE 先來看一下今天 要比較的這一把 這一把是馬牌的AK 外觀的部分 磁鐵吸吸看 這個可以吸 然後射旋鈕 槍機打扁不能吸 槍聲不能吸 護弓可以 板機沒有 這裡 有 有吸 然後這邊 這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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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 這邊有 啊 槍管沒有 看一下 這個馬綠的槍管是 上面有散熱紋的 OK 底板 底板可以 然後 然後 背帶 也可以吸 來 整把槍 可以看到 這個護木還有 還有槍托 這都是反木紋 但是它的反木紋 做的還蠻像 真的木頭啦 就是外觀 看不到分模線 護木看不到分模線 不過後面 後面就有看得到分模線了 下面就看得到分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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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一樣可以 後面 一樣可以吸 這裡都可以吸 然後這裡都可以吸 槍管不能吸 不過GHK的槍管 就沒有做出那個散熱紋 單真槍有沒有散熱紋 我是不知道 再請知道的網友們回答 看一下WE的 因為WE我沒有AKM 我拿AK74UN 來比較 來 槍身 一樣可以吸 上機架 上機蓋也可以吸 射選也可以 整把 都可以 這裡 也可以 火帽也可以 拉餅一樣不行 來看一下 它的火控 內部的構造 那為了它有一個緩衝的機構 這邊 這槍機 過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緩衝的機構 這是它的火控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GHK的火控 GFK它就沒有緩衝的機構 它就直接 撞過來 但這比較有金屬的 凍結桿 WE的 然後比較注意 然後比較注意 WE它後面 因為它是全開躺的設計 所以它後面沒有任何緩衝機構 它可以讓槍機運作到最後面 等於說靠彈簧 擠到一起 就是緩衝 那所以WE它可以這樣子 還可以把槍機固定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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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上躺 往來是 我剛有發現到一點 馬路里的插上去 彈甲完全不會搖晃 GHK的 是會搖晃 但可能 可能真槍也會搖晃啦 反正這次 這沒有什麼大礙 也不算也不是好或是不好 可能就是日本人對這種 小地方比較要求 然後WE的也是會搖晃 好我們現在來測試 我們故意不蓋上機蓋 我們來看它槍機運作的樣子 然後剩下的我們打連發 好 好 打完 那馬路里它有一個 無彈 仍然可以擠發的選擇 那種 就這裡 這個拉 我們往後拉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無彈繼續擠發 按GHK的 哦 然後發現GHK 這裡有點刮手 可能要小心 那馬路里的話 這邊修得蠻遠的 比較不會刮手 這題外的話 這個 記抹一抹就好了 OK 我們一樣 打單發 五發 剩下的打兩發 中途有點不順 不過還是打完了 其實 滿OK的 它的撞擊感 也比較有金屬 撞金屬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測WE的 一樣 單發 剩下連發 好 繼續 好 繼續 就卡住了 W的直接虐過 不測 反正 狀況蠻多的 同場加硬 馬路里的 X-Storm 這支電槍喔 然後沒有子彈的 開 就沒有辦法擠發 好 然後我們 重新上單腳 我們必須 現在是沒有辦法擠發 我們必須要 拉拉筆 它才有辦法再擠發 這把其實 我覺得還挺不錯的 然後剛剛有提到的 馬路里的無彈 可以繼續擠發的功能 其實WE也有 WE的這個功能設計在這邊 我們把它搬往前 我們把它搬往前 就是五彈不擠發 然後把它往後搬 往後搬 它就可以五彈繼續擠發 這是WE的一個小功能 先來測馬路里的 在測GH-K的 把GH-K的 開槓 開槓 用來 吧 開槓 雜頁 好,這才是3個 再來測試W1的 好,W2彈夾打到一半 彈簧散不來 就先測27發就好 再來測這一把 是MALUID AEG APESTONE 現在我們來測一下重量 第一把我們來測MALUID槍 OK,3.59公斤 彈夾的重量 515公克 接下來測了JK的重量 這JK的 671.8公克 接下來測了WE的 3.11公斤 606公克 AKSTONE AEG 2.86公斤 是這個AEG一定清的 259公克 259公克 0.9公克